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增广闲文 我们学习十句话 第一句话 乌漏更遭连夜雨 行船又遇打头风 房屋本来就是有破漏有漏洞 但是又遭连夜雨 雪上加霜 行船本来就不容易 又迎头遇见了狂风 这也是我们人生常有的经验 我也看到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困难不断地接踵而来 不是时段时序 而是连续遭遇困难 他感觉自己撑不住了 要垮掉了 但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 常有的经历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经历呢 难道是上天不眷顾我们吗 我们如何解读这样的经历呢 下面有句话 笋鹰骆驼方成竹 这个字下面是选择的则 上面是竹字头 它念驼不念则 笋鹰骆驼方成竹 鱼未奔波石化龙 这个驼的意思就是 笋的外面一层层的皮 这个竹子的嫩芽叫笋 它想要成为竹子 外面一层层皮要不断地剥掉 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 外面一层层的皮被剥掉 很多的荣誉被剥掉 甚至人都忘了你了 你变成默默无闻了 但这个时候你要成为竹子了 鱼也是一样的 不断地奔波奔波化成龙 这句话告诉我们 乌漏更糟连夜雨 如果我们遭遇的困难 是接踵而至的 不要灰心不要沮丧 以为上天不眷顾你 反而是上天眷顾你 你要有很大的蜕变 你会成竹 你会有很大的成长 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个乐观的态度 既得少年骑竹马 转眼又是百头翁 大家想想看 如果人生的苦难时段持续 我们什么时候才成长才蜕变呢 因为人生很短暂 所以上帝上天呢 就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 经历很多困难 接踵而至这样迅速的 用很快的工作作为 帮助我们成长成熟起来 所以是不是要感谢上天呢 礼仪生于富足 盗贼出于赌博 富有的家 他们富有了 就开始讲究礼仪了 太穷了 吃都吃不饱饭 他们就不讲究外面的礼仪一套 盗贼出于赌博 一个城市如果赌博成风 这个城市的盗贼就会多 因为十赌九输 输了怎么办呢 就齐盗星 所以这是赌博的危害 不仅仅十一个人倾家荡产 甚至十一个人便捷 变成了一个盗贼 天上众星皆拱北 世间无水不朝东 天上的众星绕着北极星在旋转 然后呢 天下的水都是朝东奔流 奔流入海 有些事情是不改变的 下面一句话说 视为知己者死 一个人可以为了解他的人赏识他的人去死 赏识他就给了他勇气 感恩的心 报恩的心态 就愿意为他去死 女为月己者荣 所以你不要轻看 所以你不要轻看说我家的老婆变成黄脸婆了 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原因 如果你赏识他 如果你欣赏他 就算你们天天在一起 他也有可能为你而打扮 当然有些女的是女的自己的责任 所以女为月己者荣 丈夫反省一下 为什么你的妻子都不稍微打扮了 是不是你这朵花 你太久没有浇灌他了 导致他泄气了 他没有动力 去来打扮自己了 丈夫要反省自己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里的色不是女色男色 这里的色是指外面的物质表象 这句话来自于佛教心经 般若心经的里头的一句话 外面的物质表象是空 很多都是虚幻导致的 人的苦恼是虚妄导致的 人很多时候是胡思乱想 导致了很多无所谓的苦恼 空即是色 空即是色 所以这两句话是反过来的 表示什么呢 表示世界万物会互相的转化 万事会互相的转化 君子安平达人之命 作为一个君子 他会安于贫穷 所以一个人要发财 他要赚钱 他有个更好的目的 不是自己不能安于贫穷 有些人说贫穷我受不了 所以我要去赚钱要发财 还有一个更好的目的 是为了他人 是为了别人 也要祝福别人 达人之命 通达的人之命 所以君子要安平 然后呢 赚到的钱也要利于他人 这就是有些人发财了 他还是能够安平 还是骑自行车 还是过着节俭的生活 两样苦口 两药苦口利于病 中年逆额利于行 这句话就太明白了 就不需要解释了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所以不是人定胜天 而是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人在天灾人祸面前 是多么的脆弱 在死亡面前多么的脆弱 所以不要骄傲的说 人定胜天 应该谦卑 灾难是叫人谦卑的 说我要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咱们中国古人是敬天的 你看中国北京有天坛 希望现代的年轻人 也能够敬天 敬上帝 保持着一个敬畏的心 不要乱开 神的灵意来开玩笑 有一颗敬畏的心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